請主委 請陳主委 李委員好 今天想花你一點時間跟你請教一下關於軍事採購的問題 那麼我們知道第一個我要談的就是說關於政策 我們知道就是說工工程委員會 是負責政府採購政策跟制度的 研定以及政令的宣導 這一頁很重要這一頁您沒有不同的意見 對好 那我們本於政府採購法第十條我們來看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主委 對於軍事的採購 對於軍事的採購我們有什麼樣的一個規定呢 好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請我們副處長來跟你做說明好不好 當然我們有一定的限制跟要求 謝謝我就是必須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的政策的擬定是工工工程委員會嘛 那副處長您好 是委員好 跟委員報告就是對於軍事機關的採購 也是應該依照政府採購法的規定 但是在政府採購法104條裡面 有特別對於軍事機關採購 如果有涉及到像武器彈藥 作戰物資跟國家安全 國防目的有關的採購的話 它有一些可以排除的規定 譬如說這個有機密及機密的採購 它有一部分的條文 可以排除可以不透過公告的方式 我們投影片換到第二頁好了 OK 先在這裡 我想在我們進到內容之前 我想請問一下 除了政府採購法之外 我們對於軍事採購 有沒有其他的規定 報告委員 除了政府採購法以外 那採購法104條也授權主管機關 會同國防部去另外 訂定一個執法 叫特殊軍事採購 適用範圍及處理辦法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規定 就是依照要政府採購法相關的規定 所以副主委您的意思是說 對於軍事採購的部分 只有兩個規定 一個是政府採購法104條的規定 第二個是特殊軍事採購 適用範圍及處理辦法 是不是 除了這兩個之外 沒有其他的規定 是 就國內的法規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看條文 您剛提到政府採購法第104條 104條的規定 他提到 就是我們投影片上面 幫大家打出來的 軍事機關的採購 應該依本法 也就是政府採購法的規定 辦理 他說 但是呢 武器彈藥 作戰物資跟國家安全 或國防目的有關的採購 然後 有下面情形喔 簡單來講 他就是說 要武器彈藥 作戰物資 或者跟國家安全 國防目的有關的 還不夠 還要有下面的規定 我們看下一頁 他才可以用限制型 招標 對不對 這是剛才副主委您的回答 好 那您剛提到的這個特殊軍事採購 我今天為什麼會有這個題目 其實最主要就是前一陣子關於直升機 其實本席在國防委員會裡面也問過了 國防部的回答是說 他們用公開招標的方式處理 為什麼用公開招標的方式處理呢 因為公共工程委員會 要求他用公開招標的方式處理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是不是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 的確有跟國防部講 對於直升機的商圍的部分 要用公開招標的方式處理 有還是沒有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想你提到的 這是敏感性的問題 就是兩岸的問題 是不是 不是 我還沒到那裡 先不急 我現在只有單純的從軍事採購的 到底 因為我們知道 公共工程委員會是政府採購 也是機關採購的主管機關 剛才我為什麼念第十條的原因 就是說 只要是政府採購 政策誰來定 公共工程委員會來定 所以我今天 我們還沒有到直升機之前 我要問 對於軍事採購 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的政策 是怎麼樣的政策 我想這個部分 基本上是主管機關 就是採購機關 像國防部他對國防的事情 或者其他採購的這些項目品質要求 主委 主委你這樣回答我會非常失望 因為政府採購法不是這樣說的 政府採購法 您在公共工程委員會很久不是嗎 對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採購 公共工工程委員會 主管機關是我們 我們是這個法的中央主管機關 所以這個就是 像公共工程也是我們主管 但是真正在做工程的 全部在交通部 經濟部 國防部 那個不是我的問題 主委不要回避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說 公共工程委員會 對於軍事採購 它的主管機關是誰 是公共工程委員會 按照政府採購法的規定 公共工程委員會 我剛剛已經前面念了第十條 對於軍事採購的政策 我們是怎麼樣的政策 主委你要趕快回答我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政策應該就是國防部 他來制定 所以你認為政策是國 你認為政策是國防部制定 那為什麼 對於 那為什麼 為什麼 你的意思說 對於軍事採購的部分 如果是國防部的話 國防部自己制定就好了 不用理會你 是不是 他的政策 他要怎麼買 然後 這不是我的問題 這不是我 你不要把這個問題 把它跳脫 我的問題很簡單 軍事採購 他要能夠用公開招標 選擇性招標 還是限制招標 誰決定 誰決定 是公共工程委員會決定 還是國防部決定 這個有一些決定 特別是限制性招標 這個只要他 主委 不要混來混去 我是法律人 當你回答的時候 我要 我們採購法 剛剛談的這部分 就可以決定 這裡面有給他的空間 好 我再回來一次 如果這樣我要要求主席 要把我的時間扣掉 因為你一直在 一直在把我的問題跳脫 我的問題很簡單 我再重複一次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 軍事採購 不是他去採購什麼東西 軍事採購 他要用公開性 公開招標 還是選擇性招標 還是限制招標 誰決定 哪個單位決定 是公共工程委員會 還是各自的採購單位 他可以決定哪一個 各自採購單位 就是採購機關決定 好 你今天決定就說 這個是各自的採購機關 只要他按照 政府採購法的規定就可以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 好 那這個就會牽涉到 我改天還要再回到國 國防部去問 國防部告訴我說 當初直升機 商圍的案件 為什麼用公開招標的方式 是因為你公共工程委員會 要求他要做公開招標 我沒有跟他講這個事情 你沒有跟他講 很好 好 那這個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好我們看一下政府採購法 第104條 主委 我再提醒一下 我的時間有限 所以針對我的問題回答 不要迴避 那你可以告訴我 你不知道會後回答我 這個是我是接受的 好 政府採購法104條的地方 我們剛剛念過了 對不對 他上面講了 就是說軍事機關的採購 他說呢 如果是有他講的 但書的情形 他還不足夠 他還要有下面的情形 那我要請教主委了 你是這個採購的主管機關 今天的今天的假設 國防部他是用限制型招標來處理這個直升機的三維案的時候 你會不會回去告訴他說他不符合這個政府採購法第104條的規定 他如果經過評估 他做這個決定的話 我們會尊重他們 這做蠻訝異的 主委你完全不按照政府採購法的內容的規定來做 不是法令都有明定 法令我現在就是給你看 法令的哪一條他符合 現在第一個你告訴我他是直升機是符合但書的回到我們第二頁的地方 你告訴我他是哪一個 法令可以 就是說看了法條的規定之後完全不去管他就說他符合 這我就很擔心了 主委 我以為你對於這個這個主管的業務是非常熟悉的 你看我的時間過掉了 你委員如果我們可以用書面來做說明 22條 我現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你的政府採購法104條 今天直升機那天國防部部長提到的 他對於國家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的104條怎麼符合他的需求 他可以採用限制型招標 用文字上面看他就不符合 你告訴我他是屬於哪一個 除了104條其他的法規他也是可以用 好這個就是我剛剛前面不是才問你有沒有其他的法規 你告訴我的答案是前面沒有其他的法規不是嗎 就是政府採購法 政府的採購法哪一條嗎 政府採購法不是104條的規定 22條 好政府採購法的22條 我們看一下22條的規定 22條不要把它混淆喔 22條我念給你聽 還是你自己那邊有文件 22條他怎麼規定 你要自己說還是我要念 我們可以來說明 來 22條他的規定是講說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的採購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採限制型招標 他符合的哪一個我請教 來 來我作者 是跟我員報告一下 基本上軍事機關辦理採購 也是要依照整個政府採購法相關的規定 不要那種正令式的宣導 你現在告訴我22條 你現在又回到104條 你到底要談哪一條 整個採購法軍事機關都應該要可以適用 那104條針對特殊型的採購 來即便不符合即便不符合政府採購法的規定嗎 應該要符號要符合政府採購法的規定 你就不要再再再繞圈圈 政府採購法跟相關的規定不是就是22條跟104條嗎 我現在問你的是說 當你說22條跟104條是 它是符合的它的哪一個款項 它可以用限制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哪一條 我看不出來啊 你告訴我哪一條啊 基本上剛剛提 不要基本上 我簡單的問題非常清楚的問你 他要用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還是限制型招標哪一個 我們的軍事採購這麼重要的事情 我們的主管機關不知道他到底要用公開招標還是限制型招標還是選擇性招標啊 我們的軍事採購的金額多龐大啊 我們已經講了就是採購機關依據採購法它去做決議 那我現在問你嘛依據採購法不是就是22條跟104條嗎 22條的地方提到限制型招標它是哪一款符合你告訴我呀 如果他都不符合的情況之下你是不是他只可以用公開招標 那也就是因為他都不符合的情況之下他用公開招標的話不是只有產生了直升機的商圍案嗎 直升機的商圍案是另外的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開放中國大陸的廠商可以來做這個維護的金字維護的問題 直升機的商圍案它裡面提到的是在台的廠商含有錄資的情形耶 你們的因為時間的關係啊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我不在這邊耽誤大家的時間 你看看你們寫的那個函的內容 誰看得懂啊你的函的內容寫的是什麼 你在你在你們的9月19號的函給各個機關的時候 你裡面的內容講說在台錄資廠商個案若以公告方式辦理者 不得限制在台錄資廠商參與 委員剛剛提到工程會9月13號那個含我們是針對不同類型的廠商去區隔它裡面含有錄資的 我簡單講我的問題好了我必須要講我今天非常失望 我非常失望我今天以為我上台諮詢的時候你是可以非常清楚的回答 不要迴避的我今天有一個另外一個問題麻煩你們用書面的國家安全重不重要 我想沒有人會講他不重要吧非常重要 那按照主委您剛的回答您剛的回答您剛回答是說國家安全國防機國防軍事 只要他各個單位他自己決定就可以了 那你將來不要用政府採購法裡面的條文去講說他的決定是錯喔 你是解釋政府採購法條文裡面含義的 是啊所以我剛才問你啊 我剛才不是就是問你你怎麼解釋104條跟22條你沒有回答我啊 你剛才我問你怎麼解釋22條跟104條的時候你告訴我的是說 只要他的主管機關他認定了就可以了 那你將來在軍在國防在國安會或者是在軍事單位 當他自己去解讀104條22條的情況之下 你不要再扯後腿喔 並無論如何, тем不小心 在軍事單位公署都有個大方任選擇 那你怎麼解釋304條文出修 你不可以做募集的 在軍事單位上的觀眾 為了你怎麼解釋 那你怎麼解釋 那你怎麼解釋 你怎麼解釋 那你怎麼解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